哈喽大家好 我是Jen 今天这个影片呢 是要给各位朋友的 能量运势排卡解读 那它是一个大众能量的排卡解读 所以它不会符合 每个人的现状跟细节 我会建议你听取 你觉得对你有帮助的讯息 就可以了 那请记得 能量它是永恒持续在变动的 所以这些讯息 有可能是过去已经发生 现在真的面对 或未来会预见的一些状况 在我的频道 我会建议你参考你的太阳 月亮 上升 经济之外 你也可以不需要局限任何的星座 或者是星盘的位置 你可以点选特别有感觉标题 或其他的星座影片 顺从你的直觉 或跟随宇宙的指引 我相信在其他的影片 也会有适合你的讯息 等待着你去挖掘 那我的影片呢 没有任何时间上面的限制 什么时候看见 就是最适合的时间 非常欢迎你前后推敲 两到三个礼拜 那如果你是第一次 来到我的频道朋友们 那请注意啦 本频道呢 是非常讲究灵活 运用妈妈生给我们的大脑 意思就是说 等一下呢 在排卡解读的过程当中 这些相关状况原事物 事件感受形容词 要请你能够自行灵活运用 去做一个替换 因为我没有办法具系迷移 去形容到每一个人的状况 但我会尽可能地 去跟你说明举例 让你能够了解 这个能量场上面的呈现 因为我本身不是一个 会按照排阵跟排阅去解排的人 我是按照自己 对于能量场上面的感知 身为一个传讯者 去转化为文字 让你能够了解其中的内容 那现在呢 就让我们请进入到 今天的能量运势排卡解读 有没有发现 今天要进入 双周能量运势排卡解读之前 我要先踩个刹车 为什么呢 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 要来跟大家公布 也就是我们一年一度的 全球生日派对 又要开始了 不管你是新朋友 或者是老的观众朋友们 都非常感谢你们 一直以来的收看 所以我们全球的 生日派对 非常沉寂邀请 所有的人都非常欢迎 一起来参加 那当然今年我们一样 会有准备这个抽奖活动 就是来参加我的生日派对 我送给你生日礼物 OK 好那以下呢 我为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说明 好吗 我们这一次的 这个全球生日派对活动 会举办在这个 台湾台北当地时间 2023年的9月1号 星期五晚上8点整 准时开始 好吗 那要怎么样呢 可以来获得 我准备好的这个礼物呢 很简单 你只要完成以下两个动作 第一个动作 就是请你务必要来订阅 工作坊的电子报 OK 那第二个部分 请你去找一张呢 明信片 或者是生日卡片 寄送到我这个PO box 也就是这个邮政信箱 好吗 那在这个 卡片上面呢 当然你可以写 你想告诉我的话 或者是你看频道以来 你觉得你得到什么样的收获 通通都可以 OK 那最重要的呢 记得也要写上 也就是你订阅电子报的姓名 以及订阅电子报的email OK 我们会在当天呢 在这个YouTube平台 进行直播互动的时候呢 我会当场抽出幸运的得奖者 那我也会进入到后台 去核对 确认 你是不是真的有订阅这个电子报 如果你并没有写上这个姓名 以及这个email的话呢 那这样子就是形同 视同放弃 那如果呢 你写的这个文情并茂 要给我的生日祝福 然后呢 因为我就写上 这个email跟姓名的朋友 那恭喜你 你就可以成为我们这个 姓名的得奖者 好吧 那当然呢 在我们这个直播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也会来跟大家公告 有关于一年一度的另外一个大盛会啊 也就是我们的农历新年项链 礼盒的预购 好吗 这个呢 已经有很多人 已经好几年都没有抢到了 所以呢 务必请你呢 赶快把你的行事力 9月1号晚上8点以后的时间 留下来给我 好吗 我们一起来这个线上啊 来共襄盛举一下 好不好 那其他呢 有更多的详细的这些参加的资讯跟办法 我们呢 都会放在这个影片下方的资讯栏 包含订阅电子报的连结 还有PObox信箱的地址 通通都会在影片下方资讯栏都有 好吗 所以诚挚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 好不好 OK 那我们就话不多说 进入到这一次的双中能量运势排卡解读 哈喽 射手座的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Jane 今天这影片呢 小组射手座的朋友们呢 双中能量运势排卡解读 那我们一样呢 会有12星座的这个开场讯息 提供给大家作为生活小贴士的参考 好不好 首先呢 第一个呢 我感觉射手座的朋友们 你们最重要特别注意 肝功能的问题 不好意思 我不是什么专业的医生 我只是提醒某部分的小众的射手座的人们 可能你最近做的健康检查 或者是你最近特别想要去做 跟肝功能有关的这个 就是检测 我觉得是蛮推荐的 如果刚好你最近有这些想法 OK 然后呢 对 这就是你的一个开场讯息 OK 那第二个呢 要给圣手座的朋友们的开场讯息是呢 我感觉这两到三周 你们特别会喜欢吃 这是什么 对粥类的东西 就是软软的东西 比如说 炖的东西 或者是粥啊 等等之类的 就像这样类型的食物呢 我觉得在这两到三周 你会特别的喜欢 甚至我觉得很奇怪 我还读到一个能量场就是 就算这个 就算这个天气很热哦 你还是会想要去吃 我不知道为什么 所以你身体好像 我不知道为什么 你身体好像给我有一种 他想要被 进补的感觉 或者是想要一种温暖的感觉 所以吃这类的东西 会让你觉得说 哎 很舒服 OK好 所以如果最近刚好 你身体上面有这样的反应的话 我会建议你 那就顺从你自己的 身体的声音 去做吃这样类型的东西 我觉得对你来讲 如果有帮助 我觉得也不错 OK好 那摩泡分射 手座的朋友们 我觉得你最近要特别注意 三高的问题 OK 我觉得你应该是 知道自己身体有这样的状况 OK好 那第三个 要给射手座的朋友们 开场讯息是呢 我感觉这两到三周呢 就你蛮适合 跟这种蓝色 或水元素的东西 去做一个结合 所以不管是 从服装饰品 配件水晶 或者是多具精进 河湖啊 或者是海洋啊 我觉得对你来讲 都会有一种 我不知道为什么 会让你有一种 很疗愈的一个感受 某部分的 你们最近应该会去学 那个自由潜水 或者是呢 你会去学那种 就是 比如说正规的潜水 或自由潜水 都可以 反正就是跟潜水有关 游泳有关的 我觉得你最近应该 可能也会有这个计划 好不好 OK好 好 那我们就准备呢 要来进入这一次 你的双中能量运势排卡解读 首先呢 这两到三中 你的挑战排卡是权杖二 这三种能量排卡 分别是过去 现在未来的能量场 在我手中 你目前看不到 可能会迎来的事件 是钱必四 OK好 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 天使跟宇宙有什么样的讯息 希望透过我来传递 给这个射手座的朋友们 请给我一点时间 让我去感受你能量场上面的 呈现跟细节 OK好 OK我觉得蛮有趣的 好来我先把你的这个权杖二呢 放在你现阶段的能量场 等一下互相对应 来做一个解说 在过去的状况当中 你抽到的是圣杯四 抽到是权杖适者 还有抽到这个是 愚人排卡 OK好 这三张排卡同时在一起的时候呢 不好意思 我觉得呢 某部分的这个 色手座的朋友们 你呢 最近某部分 这是比较小众的讯息 就是某部分色手座的朋友们 最近可能在尝试一些新的东西 你没有接触过的 比如说人家大家都在玩这个软体 你没有试过 你在玩这个 或者是比如说呢 这个东西完全不是你生活 完全不是你生活范围的东西 然后你最近就开始去 尝试这样 但呢 我必须要跟某部分色手座的朋友们讲 我很小很小众的色手座的朋友们 你在尝试的这个东西呢 不一定会为你带来好处 OK 所以你可能自己要去 去常常先可以 可是可能去思考一下 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好不好 这个我就很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但是我总觉得如果是你的讯息 你应该知道我在讲什么 OK 好 然后呢 在过去这个能量场当中呢 这个权杖 这个适者呢 让我有一种感觉 你在可能曾经交手的 这个相关状况元事务当中 可能或许 怎么说呢 可能或许啊 我觉得你有点失落吧 我这样子讲 失落也好 或者是我觉得你有点 太过分的去放大 就是 怎么讲 我觉得你的失落感 是让我有一种 就是你过分放大了什么 所以你才会有这个失落感 所以 所以有点像说 如果这件事情啊 如果不要太过分的 拿这个放大镜去看这件事情啊 其实你自然而然 就不会被这件事情卡住了 比如说心情不高兴啊 比如说很在意啊 所以这个权杖适者 给我的一个感受 就有点像是说 你因为放大这件事情 把缺点都放大 或者把不好的地方也放大 然后再加上旁边的人 可能嘀嘀呱呱 在讲这些东西 象征着这个状况呢 就会让你受困在其中更久 所以这个为什么呢 会有一个顺碑是坐在这边 有一只鸟帮他撑伞 就有点像是说 别人都告诉你 哎呀 这公司不好了啦 你看他叫你加班 那边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你呢 就会让这个外在声音 噪音放大 然后你自己也会很仔细去看 对他们讲这一点 那一点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呢 你就搞得自己心情很不好 然后坐在这边 然后呢 离这个自由的小鸟 反而就越来越远 OK 所以呢 你心中就会萌生一种 好吧 那我们要重新开始啊 我应该要怎么样怎么样啊 你注意看哦 这个呢 是一个非常大同样颜色的巨热 很像一个变色龙一样 你站在这个巨热之上 然后你很小哦 这个巨热很大哦 OK 这个呢 就会让我有一种感受就是 你在过去的状况当中啊 如果因为别人的说死 别人讲什么 那你就去做 然后呢 你就觉得 对啊 我干嘛这样 辛苦为谁忙啊 我干嘛 类似像这样 然后你心中就会萌生一种 就是 好 我要重启炉灶 好 我要离开这家公司 好 我明天就不干了 类似像这样 因为你想要得到这个 很轻松优雅的这个感觉 或者是 你想要找回自己透气的这个地方 可是这个透气的地方 这是小鸟 其实在这里啊 其实它在你的手上 你懂吗 这个小鸟在这里飞啊 但其实它在你的手上 其实你根本不用去 什么 一定要这样做 那样做 或什么等等之类的 才会得到这个 不管是你心中的自由 或生活上面的自由 或者是比如说 我个人会感觉 可能符合你的期待吧 我也可以这样说 OK 所以来到现阶段的量场呢 你抽到是圣杯七 抽到是权杖一 抽到是权杖七十 这个呢 反而就会变成是想说 你看我先告诉你这一张 这个星星 不是星星牌卡 这个是很多星星的一张 圣杯七 面试说呢 在这样的状况上 不好意思啊 是有所有朋友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刚刚在读其他星座的时候 我一直都没有咳嗽 但我在读你的星座的时候 我一直觉得喉咙很不舒服 非常的不舒服 非常的痒 所以这个会让我有一种感觉 就是要嘛 你最近刚好真的有支气管的问题 要嘛 就是我个人会感觉 你呢 是有点憋屈 不愿意表达 所以你的喉咙 这个喉咙的能量一直很不顺 你可以 去看一下其他的星座 我真的在录他们的时候 我几乎没有什么太大这样的问题 但我一读到你的能量场的时候 我就觉得你的喉咙 可能有点卡住了 可能你不愿意沟通 不愿意说 然后默默承受 立刻像这样的感觉 然后呢 这边呢 是一个圣碑期 你坐在这些云端上面 指着说 我要这颗星星 这样子 OK 我会感觉 在现阶段这个能量场 你好像 你去想 坐在云露上 代表的不是很踏实 因为这个云可能会散掉 对不对 这个云可能会被风吹走 OK 所以我个人会感觉 你在现阶段能量场 你如果要伸手 随便去抓一个 你认为这个对你有希望 这个很好 这个很棒 我个人会觉得 你要稍微谨慎小心 你要清楚知道 你做的这个选择的原因是什么 是因为过去这个状况吗 促使你做出这个行动吗 所以我个人会感觉 你在这边要稍微踩下刹车 你可能反而要去反思一下 因为我总觉得 这两只鸟在这边 是有点像说 你可能把自己受困在这个地方 然后因为受困了 然后可能旁边的人 也说了几句 然后你也放大 看了一些东西 把这些情绪也涌上来之后呢 你就开始说 好吧 那我要抓一个新的东西 因为这个圣碑期 给我有一种感觉 就有点像是 怎么讲 我不能讲到烂于充数 但是就是你好像在这个 随便拿 这边有五个 我就挑那个最好的那一个 但你不知道 你为什么去挑这个 所以你如果有点犹豫 有点觉得心痛 有这样的想法 那我就会请你特别注意 因为你在这边抽到的是权杖一 然后抽到的是一个权杖骑士 OK 这个有点像是说 这个火圈有点像说 我要逃离这个地方 现在救生艇 来哪一条 我就给它跳上去就对了 但另外一个权杖一 它是有智慧的 能够为你打到开花结果的 这个状态 所以这两张权杖 其实象征的是权杖二 你不要忘了 你的挑战牌卡 就是权杖二 这就是为什么 我要特别告诉你 不要因为情绪 不要因为外在缩死 不要因为外在声音 去影响到你自己 作为一个选择 你的挑战牌卡在这里 权杖二加权杖二 象征的就是权杖四 OK 权杖四的意思就是说 你这样子选 不一定会为你带来 一个很稳固的一个根基 你要选择的 绝对是 你要觉得是长期的 开花结果的 你看得见的东西的 你有评估过的 而不是说 现在呢 有这个火圈 我就赶快跳过去吧 我不想在这边受苦受难了 那我觉得 你可能就会做出一个 冲动的这个决定 OK 所以你的挑战牌卡 就是权杖二 我要选择哪一个 OK 我要选择哪个 我要选择行动 去驱使的吗 OK 还是说我要选择 我能够真正去创造的 这个全新的世界 或者是 其实我现在这个世界 也没有很差 我现在生活也没有很烂 可是我要怎么样 能够把我要拥有 我现在仅有的 这个东西 让它能够变得更好 能够更好的运转 因为这个太阳 这个地球 给我有一种感觉 就是其他只是需要稍微 可能微调 就可以顺利的运转 没有你在过去这边 想的那么糟糕 OK 所以我觉得 如果你在这两到三周 有这个内心小剧场的话 我觉得可能要稍微 冷静一下下 思考一下下 好吧 然后去看看自己 有没有受到这些 外在因素的动摇 OK 因为在未来呢 你抽到的是 Herofon 抽到的是 钱B6 抽到的是 宝剑国王 OK 这就是为什么 我会觉得 其实呢 你如果能够 冲破这个挑战牌卡 也就是权杖2 意思就是说 你呢 要好好的 去把这件事情 调整好 或者是找一个 真正是适合你的方向 还是你只是狗急跳墙 因为这个权杖 这个权杖 其实给我有一种 狗急跳墙的感觉 所以不要为了逃避而逃避 我觉得这张牌卡 就是有一种 不要为了逃避而逃避 你可能有事情 真的需要去面对 所以这三张牌卡 给我有一种感觉 这个宝剑国王 意思就是说 你真的啊 要能够 怎么讲呢 要能够非常利落的 OK 这个宝剑国王 这边是一个燕子 在他的眼睛 燕子在他眼睛 因为燕子的这个 尾巴是一个剪刀嘛 对不对 我总感觉 这个就是要剪 要切 要改 要删除 类似像这样的感受 所以在过去 这个状况当中 我个人会感觉 你这两到三周 比较有点像是 在一个自我检讨的 一个状态 或自我分析的 一个过程 OK 你可能要去分析 什么样的东西 OK 好 你觉得这边不好 好 那你说出来哪里不好 你觉得这个老板 这样对你不好 那你自己做的东西 很好吗 我不是批评你 我的意思是说 你就会开始在衡量 我要自我分析 这些人讲的 真的是对的吗 还是我自己本身 哪里有什么状况 我自己可能没有看清楚 所以呢 这个圣碑 不是圣碑 这个前B6呢 跟这个Herofon呢 像真的意思说 你应该要学习 去面对一些事情之外 你应该也要学习 去看 所有牵涉在其中的 这些相关状况 人数不同的角度跟立场 你可能要从中去学习 OK 去有智慧的 能够去处理 跟面对这件事情 而不是有点像骂骂号 就是觉得说 不行不行 我现在很渴 你赶快把这杯水 给我喝 我觉得这样 不行不行 因为有些时候 我不知道为什么 这边有一个能量场 就是我不是说你要求过多 但我会有一种感觉 就是你会觉得说 怎么讲呢 你会觉得说 为什么不给我 怎么会没有 但是我觉得你好像 没有去想到 为什么没有的原因 因为这个前B6 这个人有水喝 这个人没有水喝 OK 但这个女生 是用这个智慧 在跟这个猫童鱼 在半夜里面 打着这个灯光 透过这个月光 去看见里面 可能你可以学到的一些课题 就是一些潜藏的课题 因为你看 你在这边 也是打开一个智慧之书 这两个都是有书的 所以观众觉得 你的选择 第一 要谨慎思考 第二 你可能要去做一个反思 有智慧的去看待这件事情 而不是说 为什么我的杯子里面 没有水 你应该要给我 我不觉得可能是应该 可能是你有一些东西 我觉得应该 要去好好的思量一下 所以来到这个前B4 就是未来 你目前看到 可能会迎来的事件 就是在这里 你看 这是四个链条 把这个女生 锁在很像是这个墙外 然后呢 这个女生的点 其实是有点不太老行的 这个是她想要 巩固的一个家 所以在未来 你目前看到 可能会迎来的事情是 我觉得 这非常有可能 会去影响到 你很根深蒂固的思想 或你很根深蒂固的 做事的方法 OK 但是你千万不能 把自己套在这个牢笼里面 我总觉得 你现在在经历的 这个交手的相关状况人数 是要未来 为了帮你打开这些枷锁 或者是呢 能够让你奔向一个自由 OK 因为这就是为什么 我会觉得 这个鸟在你手上 你明明就有自由 为什么你会把自己困起来呢 所以一定是有一个 你可以解套的地方 可是你可能会认为 现在在跟你交手 这个相关状况人数 反而是把你受困在其中 我觉得这有点颠倒过来了 你有点可能 误用了这个 我觉得 这个情势 我觉得你应该 听得懂我在讲什么 这个东西是来帮你的 它不是来害你的 OK 但如果你就局限 在这个钱壁式的 这个状态的话 那我觉得你可能就不会看见 这个解决的这个契机 好吗 好 那我们一起来看看 射手座的朋友们 有没有什么样的宇宙验证牌卡 来帮你进行额外的补充 好吗 那不管你是新朋友或老朋友 我其实都会非常建议你们 一定要来看这个宇宙验证牌卡 因为宇宙验证牌卡呢 其实说实在的 它呢 有些时候会跑出商风的牌卡 就是会特别告诉我们 这就是你的癥结点 这就是你特别 要去注意的地方 好吗 好 然后呢 也会来验证我方刚所读的 这个能量场上面的这个内容 好吗 OK 好 再帮你抽一张 刚好就是这张 好 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那等一下最后呢 我们其实还会再抽一副牌卡 来看一下 有什么额外的这个讯息 可以建议 给这个 射手座的朋友们 在过去的状况当中呢 你抽到的是这个魔术师 OK 这个魔术师呢 你注意看 魔术师其实应该是可以幻化出 变化出 显化出 任何你想要的相关状况元素的 可是很有趣的是 这个魔术师呢 手上的这个沙啊 却从他这个指缝间流走了 OK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我会跟你讲 就是你会觉得 奇怪啊 事情怎么没有按照 我发展的那样 应该要这样 应该要那 应该要这样 这就是为什么 我会觉得你有一股能量在这里 OK 然后呢 在这个沙这边 你会觉得说奇怪了 这沙流出来 怎么都变成其他人得到好处 得到赞美 得到他们应该得到 那我呢 OK 所以我总觉得 这边应该是有一个关键点 一定是可以让你 也得到这些资养 得到你要的资源 得到你想要的东西 OK 但是我觉得 可能是因为结果不如预期 就是你没有办法 变出你想要的东西 所以呢 会让你照就是 困在这里 看这些不好的地方 觉得心情不好 别人要在旁边讲一些什么 所以呢 你就失去了这个 鸟喵的这个自由了 OK 而且我可以跟你讲 这个啊 这只鸟还会重复一直跟你讲 我不知道为什么 你身边如果有这样的人 要重复一直跟你讲 我觉得你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这个人到底是不是给你有建设性的帮助 或者是比如说给你有一些 我觉得十字上面的建言 这个你可能要思考一下 我不知道为什么 这只鸟鸟 有一种就是 一直呱呱呱 一直呱呱呱呱 重复一直讲 OK 那来到现在一段的这个能量场 你抽到的这个是 圣杯式者 OK 来 这个圣杯式者呢 其实我会有一种感受 它之所以为什么会 这边莲花都打开 下面有很可爱的鱼在这边游泳 这个圣杯是被放在这个草坪上面的 所以这个就会让我有一种感觉 你看 这个鱼啊 它可以自在在里面游泳的 它才不会管上面有几朵莲花呢 你懂我的意思吗 你有八朵 你有十朵 还不是造游 对吧 因为这个海洋这么大 我为什么要因为 这个莲花挡住我的路了啦 这边怎么会突然生出这么多莲花 他们不会在意这件事情的 莲花会自然照样生长 鱼会自然自由的 这样悠悠的去游在它的大海当中 所以呢 我个人会有一种感受 这张牌卡有一种像是 你应该要透过这个 这莲花 其实象征的就是出于泥而不来 意思就是说 在这么糟糕的状况之下 莲花都可以长得非常的洁净 非常的静白 非常的优雅 我觉得这张牌卡 就是要让我告诉你一件事情 你会透过这一个事件去成长 这就是为什么我会觉得 你如果没有弄好 你会觉得 你没有受到这个圣杯的滋养 但如果你看得清楚 你就会知道 其实你是自由的 你还会从这个课题当中去长大 OK 所以我个人会感觉 这就是为什么叫你不要冲动行事 要多思考一下 这个花啊 要怎么样盛开像莲花一样 你要有智慧去看到 你在从中的学的课题 OK 所以呢 验证你的挑战牌卡呢 分别是这个圣杯八 然后还有这个宝剑石 它来做你的挑战 就是权杖二 OK 权杖二呢 它如果验证是宝剑石 还有这个圣杯石 意思就是说 我会觉得 你如果狗急跳墙要选的就是 哎呀 我要成长哦 要背负很多责任 OK 我离开嘛 反正我就不要了 我就不想要了 然后这边就是你不想去面对这些情感啊 忧虑啊 问题啊 该成长的地方 二则一 你要哪一个 OK 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他会来验证你的这个权杖二 你要如何背负这些责任 如何不要害怕这些该去面对的东西 而不是只是转过头来就离开了 我不要啦 那这些东西已经太影响我了 这些东西已经怎么样了 然后你就走了 OK 所以我个人会感觉 这应该是蛮适合你做学习的两到三周 因为在未来你目前看不到可能会迎来世界 你创到的是宝剑二 OK 宝剑二你看 这个不知道是什么奇妙的一个话 来 你看这个宝剑二是左右插在你的肩膀上的 OK 这个宝剑二呢 加上这个宝剑伯王 象征的就是宝剑三 OK 意思就是说呢 你一定 你一定会 如果按照我方案的举例 就是你一定要马留在这个公司 不然就 转头 然后就走人 对吧 那这个宝剑三呢 你去想一件事情 这个宝剑三会造成是 你要去思考 OK 做了这个决定之后 你会不会后悔 我觉得这是第一个讯息 第二个 你去想 这个人两肋插刀 是为什么呢 他虽然是插在肩上 但是我的感觉是 他两肋插刀插在肩膀上的时候 你要去思考一件事情 我总觉得 一二三四五六 后面这六个数 有点像是一个权杖六 权杖六的这个感觉 就有点像是说呢 如果你要得到这一场胜利了 你得两肋插刀啊 不管怎么样 你都得全力以赴 你懂我意思吗 就有点像是说 你得甘愿一点点 你得要拿着这个宝剑一 而不是觉得说 哎呀 别人都拿这个来伤害我 别人都拿这个来欺负我 你应该把这个宝剑三破解 离开 你应该要能够去调整 或优化 或看见这个东西 而成就你这个胜利 就是这个后面那个权杖六的这个胜利 所以这个宝剑国王的宝剑 又够锐利 你的眼光也要够精准 所以我会觉得说 在未来你应该会打开你的视野 理解这些东西 或者是能够知道 为什么这个相关状况人数 会为你带来这样的课题 所以在未来 你目前看不到 可能会引来事件 是全必试 来 这个是全必试者 加起来就是全必误啦 来 这个呢 就是要告诉你 要请你仔细的去看你的弱点 钱币四加钱币试者 象征就是钱币五 意思就是说 你不能一直卡在一个受委区 就是可能我是被影响的那个人 或者是比如说 别人都不珍惜我 把他踩在脚下 这个就是为什么 你会卡在这边不动的原因 如果你不动啊 你一直是用这样的心态 那你就没有办法解开这些枷锁 再加上这个钱币试者 相对的就是钱币五 这个状况会加重哦 所以你要想办法把自己从这个铁链当中解开 OK 所以不要卡在那个情绪的这个 当中太久 我觉得你可以卡一阵子 我没有说什么 你不可以 没有情绪跟冷血都一样 我的意思是说 好 有了这些东西之后 你要不要仔细去看看 OK 因为我总觉得会有 这两到三周 一定会有相关状况人数 来让你学习一些 我觉得很值得你学习东西 我在讲的这些内容 不是批判你这个人 到底怎么会这样 我要告诉你就是 你要把握 因为很多人 在他们遇到状况的时候 他们都觉得这是对我不利的 这是对我不好 这是对我不公平 但是他们都没有想过说 为什么会对他不公平 或者是为什么会对他不好 OK 所以这个我觉得蛮值得你去深思一下 好吗 好 来 你的最后两个建议的讯息就是 我看一下哦 你看 这个就是要告诉你 你要得到你想要的 相对的你要付出同等的行动的 就是这样 你的两肋插刀 OK 然后呢 这张牌卡呢 需要告诉你 他们说呢 其实你应该安稳的坐在你自己的心中 你看 你又坐在莲花上 这不就是我跟你讲的吗 坐在莲花上 你的牌卡就是重复再重复 就是 其实这个自由啊 一直都是被你掌握在你的手中的 OK 只是 你有没有办法持续保持这样的稳定度 然后呢 去维持你应该要有的行动的付出 然后去冷静的思考 去面对你真正该去面对的东西 我觉得这个才会让你突破这两到三桌的关卡 好吗 而且呢 你这张牌卡是一个太阳 所以你是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结果 或者是翻转局面的这个机会的 所以设施的朋友们 我才会跟你讲 这两到三桌啊 如果有事情啊 真的来找你的话 不要逃避 就勇敢的去面对 你又不是没有本事 是不是 所以你为什么要跑呢 你为什么要听别人的说实呢 你为什么要受别人的影响呢 你是一个可以成为这个两肋插刀 勇敢向前 为你争取到自己最后面的这六支 这个权杖 权权六 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 我觉得好好地去学习 然后去承担你该承担的责任 而不是害怕逃避这些情绪 OK 好 那以上这些呢 就是我要给射手座这一次的 双周能量运势排卡解读 我希望呢 这两到三周 你可以好好去面对处理这些事情 也希望你一切都非常的顺利 好吗 射手座的朋友们 OK 非常感谢你们收看我的影片 也希望你会喜欢 以上就是今天的能量运势排卡解读 我希望其中有一两句话 能够帮助到你 这就是我最想要做到的事情 当然如果有符合你的故事 欢迎在下面留言 跟我分享 我都会尽快去回复你们的讯息 那我是Jen 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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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